美国空军发生抵挡数第一 这就让外界大跌连接了,就飞机的先进性来讲,美国说第二,没有其他国家改成第一,这么成熟的飞机制造业,生产出来的飞机却频频掉落,实在让美军说不过去,几军方高层对此大动干火,下令全体空军停止飞行任务,并进行了相应的整顿。 不过谈起坠机事故,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应该是美国,而应该是这个国家,印度,印度飞行员可以称为化石坠机了,甚至有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坠机方式。 例如,之前印度发生的波音C-37的坠机事故,事故现场更是惨不忍睹。 这个飞行事故直接导致机上158人全部遇赖的空难,事故经过调查后让航空业意外,原因竟然是飞行员因为太快睡着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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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